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同学们来说呢 应该是一门专业基础课了 它呢 关系到同学们今后的学习能否顺利的掌握和完成 因为呢 它的很多的一些理论和一些这个知识啊 在同学们今后的学习 甚至今后的这个工作当中 那么都是非常重要的 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说这个电磁场与电磁波 这门课就说究竟有什么 学习它究竟有什么意义 我们说这门课的重要性 对吧 在这个国家教委提出的电子类工科院校学生说必须掌握的五大知识模块当中 其中一个呢 就是指这个电磁场与电磁波 这样一个知识模块 当然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比如说计算机 信号与系统 电路分析 对吧 等等 那么又是可以看出来啊 对于工科学生来说 特别是电类专业的工科学生来说 那么电磁场与电磁波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课 非常重要的一门课 那么从我们现在 对不对 来看 在比如说从IT业吧 对吧 那么IT业它所涉及到的肌肤 可以说是所有的这个领域啊 都和这个电磁场与电磁波有关 对不对 举个例子 通信 对不对 现在通信 我们说现在通信的这个媒体或者载体的话 实际上就是电磁场与电磁波 不管是有线的还是无线的 对不对 它靠什么通信 就是靠电磁场与电磁波 对吧 那么当然了 这是在古代 不说了 古代通信这个东西就是说用人来传递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网络信息时代 那么这信息的传递这个都是靠电磁场与电磁波 那么作为我们公科 电类公科学生 或者说就是今后要从事IT业的这样一个学生来说的话 那么对于这个电磁场与电磁波它的一些基本的理论 知识 那么做一个了解应该说是非常必要的 应该说是非常必要 那么我们在这个电磁场和电磁波当中 啊 涉及到的有关的一些理论 嗯 知识啊 嗯 我们在后面呢 呃 这门课当中呢 将会呢 一一的呢 呃 加以讨论 那我现在这个地方呢 要 还要说明一点呢 就是说 嗯 因为这门课它是一个专业基础课 那么它需要一些这个 呃 相关的知识作为前提 比如说 呃 我们的这个 呃 高端数学 还有这个 大学物理当中的电磁场 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嗯 那么在今后的这个 学习当中啊 今后的学习当中啊 同学们呃 也会碰到这个问题 就是呃 比如说一个公式推导 嗯 或者说一个 甚至就是一个公式 老是在用的时候 那么呃 我可能呢 就是说一带而过 这也是数学当中的 对不对 那么同学们这个呢 数学学过了 那么很显然 对不对 这些知识 应该是要从你们要给掌握的 那么但是呢 可能要忘记 我说这也没关系 对吧 那么所以说呢 你们在学这门课的时候 回去呢 一定要把你们高端数学的 有关的这个书啊 还有这个大学物理有关的书啊 那么找出来 那么在我们这门课当中呢 比如说如果要用到 啊 那些内容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忘了 那么没关系 再去翻翻书 对不对 那么就这样呢 就可以呃 不至于呃 影响到我们这门课本身的呃 一些学习 本身的一些学习 其实呢 就是我们在学的时候 你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因为可能呃 有同学呢 可能从不同的渠道吧 也知道了 就说这门课 嗯 是比较难学的 嗯 理论也很多 公式 特别是公式呢 也很多哈 而且呢 好像就是说 嗯 光把公式记住了 那个题还不一定会做 嗯 我说这个呢 嗯 当然 嗯 有这种情况 但是呢 我们说 并不是不能解决 并不是不能解决 那么就说 只要同学们 嗯 在学习的过程中 就是嗯 勤快一点 对不对 不懂的 那么我要去查书 去看书 对不对 嗯 能够 就是说 嗯 有问题 那么能够尽量的提出来 能够解决 这是最好的 千万呢 呃 不要就是说 因为一个嗯 知识点不懂 那么后面的 那么就不管它了 对吧 那么这样呢 就是可能这门课的话 就是说 你最后可能学完了 也不知道这门课 嗯 讲的什么东西 对不对 讲的什么东西 嗯 这是呢 就是说同学在学的时候呢 要注意的问题 嗯 另外呢 就是说 在我们这门课当中 我们这门课 总共的安排的 这个学识数呢 是48个学识 18个学识 那么 涉及到内容呢 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 总体说呢 那有这么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电磁场理论部分 那么它主要呢 介绍一些有关电磁场的一些基本的理论 一些基本的理论 对不对 包括这个麦克什维方程 波动方程 对不对 边界条件 以及这个波的传播和反射 嗯 的一些这个指示 也只是 嗯 这是第一部分 那么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呢 实际上呢 嗯 实际上实际上一个应用了 实际上一个应用了 那么 嗯 第五章和第六章 就是说这个传输线 它实际上包括了波导和传输线 这么两 两个问题 那不管是波导也好 传输线也好 实际上呢 就是说它都是一种引到电磁波的装置 对不对 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了 对吧 这个所有的这个有线的这个通信 对不对 不管是用电缆 对不对 用光纤 对不对 还是是那个微波里面的有些这个波导 那么我们通通的把它称为传输线 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引到电磁波的装置 就是说我把这个电磁波的能量 或者是信号 从一个地方 那么引到到我需要的这个地方去 那去 这第二部分 那么第三部分呢 就是这个天线 就是第七章 天线呢 我说它实际上呢 是一种发射或者接收电磁波的什么一种装置 那么在这一章当中呢 我们会介绍这个 因为无线通信啊 它就非要涉及到这个东西 对吧 非要涉及到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 对于发射来说 那么它的末段就是天线 那么对于接收来说的话 接收这个信号来说 它的尺段就是这个天线 那么对于这个天线这一部分呢 我们会简单的介绍一些 根据电磁场的理论 那么得到这个天线的这个基本的工作的这个基本原理 对不对 那么还会介绍一些简单的天线 比如说我们的这颗天线 斑驳天线 还有这个影像天线 对数周期天线 对吧 这是我们常见的 这样一些简单的天线 它的这个基本工作原理呢 它的这个电参数啊 对吧 也就是说 就是介绍一个天线怎么样是描述这样一个天线 对吧 比如说我根据这个 某一个某一项用途 那么我要去设计或者是去选购天线 那么从什么样的指标 来选 就是从它的这个电参数 来进行这个选择 你选择 那么这样呢 我们简单介绍它的一些电参数 整个的这个内容呢 大概就是这么从有七张吧 那么在这个七张当中呢 其中的这个第一张呢 是我们的一个数学的基本知识 也就是我们这门课要用到的一些数学的基本知识 那么这些东西呢 嗯 可能有的同学 那个同学们呢 在高等数学当中呢 已经涉及到了这方面的内容 但是可能呢 在那个当中呢 就是说 嗯 要求的程度不一样 那么我们在这样呢 在第一章当中呢 就是说 嗯 再把它进行归纳总结 对吧 归纳总结 就是有的地方呢 我们需要这个 嗯 加深 嗯 它的这个理解 加深它的理解 嗯 这个是 也是我们这门课用到的数学章 在第一章呢 嗯 进行讨论 进行讨论 好 嗯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这个 看一看 第一章 嗯 第一章我们的题目呢 叫场论分析 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的电磁波 对吧 电场和磁场 那么它归根结底呢 嗯 就是一个场 对不对 一个场 那么什么叫做场 对不对 我们说对于场 从数学的这个角度来 嗯 讨论它 对不对 我不管你是电场也好 磁场也好 嗯 对不对 或者甚至是这个 嗯 速度场也好 什么什么力 重力场也好 对不对 不从物理这个性质上去讨论 从数学的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把这些嗯 场它具有的一种共同的特性 把它这个提出来 把提出来 那么这样呢 嗯 我们就这个便于 嗯 掌握和应用它的这个场 讨论这个场当中的 嗯 一些这个基本的一些性质 基本的性质 那么我们先看这个最简单的 标亮场 标亮场 我们说场呢 我们把可以把它封为标亮场 史亮场 还有这个甚至 张亮场 对不对 那么我们呢 实际上呢 在这一张当中呢 实际上就只涉及到这个呃 标亮场和史亮场 标亮和史亮场 那么什么叫做标亮场 对吧 我们先给它一个定义 先给它一个定义 那也就是所谓标亮场呢 就是指在空间呃 某一个区域定义了一个标亮函数 注意是标亮函数 那么这个标亮函数呢 它呢 比如说这个标亮它的大小啊 它会随着你空间坐标的变化而变化 比如说呃 不同家空间不同的点 那么这个标亮值呢 可能不一样 那么有的时候呢 它还可以呢 随着时间呃 而发生改变 对不对 发生改变 那么我们呢 就成为空间这一部分区域呢 存在一个标亮场 呦 存在一个标亮场 呦 比如说呃 我们的温度场 对不对 我们整个这个呃 空间的这个温度分布 呃 不同的点 那么它的温度呢 不一样 对不对 呃 而且呢 呃 不同的时间 同一点它的温度呢 也不一样 那么就可以说 就把这个呃 空间呢 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认为它存在着一个温度场 存在一个温度场 另外呢 呃 因为温度它只有大小 对不对 没有方向的 只有大小没方向 所以说呢 它是标亮场 另外呢 还有这个市场 包括我们的重力市场 还有这个 静电市场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嗯 它都是这个标亮场 都是标亮场 这是 关于标亮场的定义 那么在这个标亮场当中呢 呃 还有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等值面 等值面 呃 呃 我们定义这个等值面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后面呢 呃 会 详细的讨论 那么先看一下 什么叫做等值面 这所谓等值面呢 就是指在这个标亮场中啊 我把这个量值相等的点 所构成的面 把它叫做等值面 比如说 呃 在这个空间 呃 温度 相等的点 对不对 温度相等的点 那么它构成的这样一个面 我们呢 就把它叫做等温面 对不对 那么比如说在重力市场当中 那么重力市能相等的点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等值面 对不对 叫等值面 比如说同学们 比如说同学们的桌面 对不对 在整个这个桌面 这个平面上面 那么我们的重力市能 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面呢 我们就叫做等值面 这是等值面的一个定义 有什么要定义 好 那么 对于这个标量场 我们究竟要讨论它什么 我们对它感兴趣的问题是什么 当然 呃 首先我要 应该要知道这个标量场 对吧 我就希望把这个标量函数 它随着空间随着时间 直接呃 究竟怎么变化 这个函数关系 我要把它找出来 对不对 要把它找出来 这个是呃 前提 对不对 如果这个你都不知道 那么你可以说你对这个标量场 就没有呃 任何了解 那么就是说在知道了这个标量函数 你说在知道了这个标量场分布的前提之下 那么我们还对另一个问题感兴趣 对什么你感兴趣 就是说就是说这个等值面 刚才我们定义的这个等值面啊 它随空间的变化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们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那为什么呢 就实际上啊 很多物理现象就是发生在不同的等值面之间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重力做工 同学们可以知道 如果一个物体它在一个等值面上运动 那么这个时候重力是不做工的 比如说呃 你同学们你们现在拿到你们手上的这个一支笔 对不对 那么这支笔在你们的桌面上不管是怎么运动 那么这个时候重力对你手上的这支笔是肯定不做工的 但是呢 你如果把你的这支笔丢在地上 那么也就是说你的桌面是一个等值面 地面呢是另一个等值面 那么当这个物体说当你的这支笔在两个不同的等值面上运动的时候 那么这个手终于就做工了 终于做工了 对不对 那么又是可以看出来 就是这个等值面 两个不同的等值面 之间会发生一个物理现象 那么另外在气象上面也有 就是说往往就说很多这个 比如说呃 它的这个大气的流动 它就和这个等温面有关 在不同的等温面之间 会存在着一些大气的流动啊 大气的运动啊 对不对 那么也是发生在不同的等温面之间 所以为此呢 我们呢就希望呢 讨论这个标量场 它的这个等值面啊 究竟随着空间的变化是什么样 空间变化是什么样 那么下面呢 为了讨论这个变化呢 我们给一个定义 这个定义呢 叫做方向性导速 它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等值面 刚才我们说的定义的等值面 沿着某一个方向L0的变化率 就称为该标量场 沿L0方向的方向性导速 那么当然 这个是个定义了 这样字面读起来 可能一下子 感觉到呢 比较抽象 比较抽象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看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图呢 嗯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曲线呢 假设呢 它是 嗯 这是一座山哈 我简单的画一个山 那么这个山呢 嗯 现在有三个人 一个呢 是 甲1 第一个 甲1 这个呢 嗯 这是第二个 这个呢 是第三个人 那么第一个人呢 就从这边呢 嗯 从山脚呢 就开始爬山 爬山 爬到山底 爬到山底 好 那么现在这个 整个这个山的周围啊 它的这个温度分布 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说在山底 它的这个温度呢 是比如说是30摄氏度 好 那么到了中央呢 就是20摄氏度 那么在越往上面走呢 温度越低 那么这个人10摄氏度 那么到了山顶呢 这个温度呢 那么就是只有0摄氏度了 好 那么第一个登山者呢 就是说他从这边呢 爬上去 那么从这边这个山爬上去 它的这个山脚到这个山顶的这个路程呢 是我们讲是100米 是100米 好 那么现在呢 第二个登山者呢 他从这边往上面走 从这边上面走 那么这边上面走呢 假设这一段的距离呢 就从这边上去呢 它的距离呢 是200米 就是从山脚到山顶 它的距离呢 是200米 那么现在呢 还有第三个人 第三个人呢 他呢 就更简单了 他坐了一个支撑飞机 就从这个山底呢 直接的坐支撑飞机呢 就到了这个山顶了 那么这个山的高度 这是80米 这是80米 好了 那么现在这三个人 他们到了山顶以后啊 他们就要得到一个结论 就得到一个什么结论呢 就第一个人呢 他就说 我在山底的时候 温度是30度 到了山顶呢 温度呢 变成0度 而我走的距离呢 是100米 走的距离是100米 好 他一算 他说我这样呢 我这个每米啊 这个温度的变化 他就可以算出来了 对不对 0度减去这个30度 然后呢 用100来出 那么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这个 就等于这个 负的 负的这个十分之三 负的十分之三 好 这是第一个得到的结论 那么第二个登山者呢 他得到的结论呢 就是说 他同样的温度变化 也是从0度变到30度 但是呢 他说我走的距离啊 我走了200米 那么因此呢 我认为呢 就是说 这个每米温度的变化呢 应该是负的二十分之三 对不对 是二十分之三 那么第三个人 他又得到另外一个结论了 他说不对 你们两个说的都不对 呃 我明明是这个 只走了八十米 对不对 温度还是从0度变到30度 那么他实际上 他说这个时候 每米的温度变化数呢 应该是负的八分之三 负的八分之三 那么 从这个例子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哈 就是说 在同一个温度场当中 那么 他的这个等温面呢 沿着不同方向的变化率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不同方向的变化率 比如说第一个 那么 比如说 沿着L1 就是第一个N3则 他的这个前进的方向 这个变化呢 是负的十分之三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负的十分之三 叫做什么呢 叫做这个温度差 沿着L1 这个方向的方向性导数 那么同样的 这个 L2方向的方向性导数呢 那么就该是负的二十分之三 对不对 二十分之三 那么L3这个方向的方向性导数呢 当然就是负的八分之三 所以说他们三个到三顶得到三个结论 那么这三个结论呢 都是正确的 只不过呢 前面呢 你应该给他加上一个定义 对不对 第一个应该是沿着L1方向的 第二个呢 是沿着L2方向的 第三个呢 是沿着L3方向的 那么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嗯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嗯 方向性导数 那么就这个意思 方向性导数就这个意思 就是说 沿着某一个方向 的变化率 它的这个等值面啊 的变化率 那么就叫做这个标量场呢 沿着这个该方向的方向性导数 应该方向性导数 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 在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来看一下 对不对 刚才我们是通过一个实际例子 现在我们在一般的情况下来看 就现在呢 假设一个标量场 一个标量场 那么现在呢 这是标量场当中的两个等值面 对吧 这个下面这一个 这是一个等值面 然后呢 这个上面这个呢 也是一个等值面 也是一个等值面 那么标量场U 它在M0这一点 沿着R这个方向的方向性导数 那么我们把它定义 对不对 或者说它的数学表示呢 我们就这样表示出来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在这个M0所在的等值面的附近呢 再取另外一个等值面 那么当然这两个等值面是考的非常近的 比如说刚才我们那个例子啊 就是说从30度变到0度 对不对 这变化范围很大 那么我们得到的这个方向性导数 比如说负的十分之三 或者负的八分 二十分之三 那么这个都是一个平均值 那么现在我要考虑它的这个一个 等值面附近的一个微量 微小变化的话 那么也就是我这个时候两个等值面啊 我去靠的很近 对不对 靠的很近 那么也就是说 第一个等值面 M0 那么在这个M0的这个 靠的很近的附近呢 我另外再取一个等值面 对不对 另外再取一个等值面 那么根据我们方向性导数的定义的话 就是沿着R这个方向的方向性导数 那么M是L这个方向 对不对 在这个等值面上的一个焦点 那么它的定义呢 就是说 是标量场U在M点的值 减去标量场U在M0点的值 然后呢 除以一个M M0 除以这一段距离 除以这一段距离 那么这个极限过程呢 就是说 我要让这两个面呢 尽量的靠近 从而呢 能够得到一个M0附近的一个 确切的值 而不是它的一个平均值 而不是它的平均值 这是 是 嗯 关于方向性导数 它的定义的数学表达式 数学表达式 那么方向性导数 如果讨论了以后呢 我们还有介绍就是说 标量场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理量 叫做梯度 叫做梯度 那么梯度 什么叫做梯度 我们先把这个定义呢 来看一看 然后呢 再来解释 标量场中M0点的梯度 是一个始量 就是说先给这个梯度 已经有个定义了 它是一个始量 那么说这个始量 一个始量就是既有大小又有方向 那么它的大小是什么呢 它的大小就是该点 哪一点呢 M0这一点 对吧 就是该点的最大方向性导数 该点的最大方向性导数 我们来看一下 这么意思 对吧 刚才我们说了 就是说 还是以这个登山这个例子为例 那么这个例子呢 我们来看 刚才得到三个方向性导数 沿着L1 对吧 比如说 甲这个登山者L1 的这个方向性导数 1 得到了这个方向性导数 0 得到这个方向性导数 那么这三个方向性导数 我们说 它有一个最大值 它有一个最大值 就是说 每单位 每米 温度变化最大的 这个方向 对不对 那么从这个例子看出来呢 从这个例子看出来 那么应该是 坐直升温机上来的 这个 对不对 坐直升温机上来的 这个最大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 和这个等温面 我们因为在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讲的是 这个等温面是个平面 和这个等温面垂直的 这个方向上 它的变化率是最大的 它的变化也是最大的 那么 从我们 这个图 一般的情况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 这个方向性导数啊 最大 从我们这个式子可以看到 对吧 从我们这个式子可以看到 UM-UM0 这个是对两个等值面而言 这个是一个确定的值 对不对 是确定的值 那么这个方向性导数的大小的话 实际上就要看什么呢 就要看这个分母 就要看这个分母 分母越小 方向性导数值呢 就越大 那么在这两个面之间 肯定有一条最短的线 肯定一条最短的线 那么这条最短的线 在哪个地方 当然 就是在这个等值面的发现方向 对不对 从我们这个图可以看出来 那么就是在沿着哪个方向呢 沿着这个等值面的发现方向 N方向 就是说 NM0 NM0 是这两个等值面 之间最短的一条线 那么如果最短的这一条线 来作为分母的话 那么肯定得到的这个方向性导数值 就应该越大 应该越大 好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一条线说了 就是说这个梯度啊 它的大小呢 就是最大的方向性导数 而且呢 这个方向性导数呢 是过该点的等值面的发现方向 在这个方向产生的 对吧 这个方向产生的 好 这是梯度的大小 梯度的大小 一句话 梯度大小等于什么 那么就是 最大方向性导数 而且 也告诉你了 最大方向性导数 会在发现方向 就是等值面的发现方向产生 这是第一个 那么既然是个矢量 它就有方向 方向 在哪呢 就是我就把它规定为 发现方向 就是说过M0这一点 等值面的发现方向 因为这个时候啊 我的这个 最大方向性导数 是在发现方向产生的 那么我就把这个梯度的方向呢 就规定为 这个等值面的发现方向 那么但是有问题 我们说对于一个面来说 对不对 对于一个面来说 它的发现方向 应该有两个 对不对 应该有两个 比如说 我们的XY平面 最有桌标系啊 只要桌标系 XY平面 我说这个Z方向 是这个XY平面的发现方向 那我说负Z方向 也是这个XY平面的发现方向 那么我究竟这个梯度的这个方向 这个发现方向 去哪个方向呢 去哪个方向呢 那么我们这就规定了 明白 我看后面 就是说规定 沿等值面增加的方向 为正发现方向 等值面增加的方向呢 为正发现方向 好 这是 就是关于这个梯度的定义 对吧 梯度的定义 那么用这个 数学表示呢 我们就这样来表示了 对吧 因为这个偏U偏N 这个就是 发现方向的方向性导数 然后呢 前面加上一个N 就是指发现 所以说呢 这就是我们的梯度 就是梯度 那么它的定义呢 就是这样的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 那么在数学上呢 还有一个符号 咱们来记它 那么 也就是说 Gradu G-R-A-D-U 叫做U的梯度 这个叫U的梯度 那么它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 偏U偏N 就是说 发现方向的方向性导数 方向呢 就是在发现方向 就是在发现方向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 关于这个梯度的定义 关于梯度的定义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关于这个梯度和方向性导数的关系 梯度和方向性导数的关系 为了简单呢 我现在假设两个等值面 一个等值面呢 是等量值呢 是U 另一个等值面的量值呢 是U加DeltaU 假设呢 它们都是平面 对吧 为了讨论简单 假设计都是平面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 就是说 沿着这个L方向 沿着L方向的方向性导数 那么根据我们的定义呢 那么就该等于这两个等值面量值之差 那么U加DeltaU-U 那么就该等于DeltaU 然后呢 再除以L方向的M M0 对不对 MM0 等它 那么MM0以后 我们现在看这个三角形 看这个三角形 就是N M0 和M 这个三角形 那么这个三角形呢 我们看一下 嗯 这个 嗯 N M0N 就是说 M0N 除以 cos θ 也就是说 这一条直角辨 这一条直角辨 除以这一个角度的余弦 那么正好呢 正好呢 就应该等于这一条辨 正好等于这一条辨 正好等于这一条辨 cos cos θ 它实际上是什么呢 它实际上是N这个方向 就是说是这个面的法线方向 N 和我所讨论的刚才这个L 这两个方向之间的夹角 这两个方向之间的夹角 那么这两个方向N和L呢 我都把它看成是单位矢量 那么在数学上我们讲过 就是说两个单位矢量N点乘L 两个单位矢量的点乘 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这两个矢量之间夹角的余弦 所以说这个cos θ可以把它表示为N点乘L N点乘L 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前面 就是说dataU除以M0N 那么这个正好什么呢 这个正好就是在绳上一个N 这个正好就是我们的T度 因为什么呢 因为dataU除以M0N 对不对 M0N是在法线方向了 是在法线方向了 对吧 那么在这个就是法线方向的方向性导数 它是最大的 然后呢 在绳上一个法线 比如说法线方向的单位是N 那么这个正好就是什么呢 这个正好就是我们的前面说的T度 好 可以表示为T度点乘DL 那这个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明沿着L这个方向的方向性导数 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T度在该方向的投影 就是沿着这个L 刚才我们说 刚才这个地方不说了吗 偏U偏L 这个就是L方向的方向性导数 它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T度沿着L方向的投影 或者就是T度和这个方向做点乘 对吧 做点乘 这是 关于这个T度 方向性导数的定义 T度的定义 以及T度和方向性导数的关系 方向导数的关系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T度的计算 怎么样去计算一个T度 那么可能有同学说 就是这个T度啊 你刚才不是定义 已经给出来了吗 对吧 最大方向的方向性导数 它的大小 然后呢再乘上一个法线方向 我说这个啊 当然你可以按照这个定义来做的话 当然可以 但是这个呢 如果每一个问题都要这样讨论的话 就是显得很麻烦 但是我们下面呢 就希望得到一个什么 得到一个公式 就是说 当我的这个标量函数U 知道了 那么我就可以直接带这个公式呢 把这个T度呢 计算出来 把T度计算出来 那么我们下面讲的呢 就是说 有个条件是指在直角坐标系 指在直角坐标系 那么在直角坐标系当中呢 我们说 就刚才得到T度和方向性导数的 这个关系 那么我们说这个标量长U 沿着直角坐标系的三个方向 也就是X方向 Y方向 Z方向 这三个方向的方向性导数 那么分别呢 就应该等于T度 在X方向的投影 对吧 等于T度 在Y方向的投影 等于T度 在Z方向的投影 对不对 再沿X方向的方向性导数 Y方向的方向性导数 Z方向的方向性导数 那么就该等于相应的T度 在这三个方向的投影 在这三个方向的投影 好 那么既然 既然我们现在要求的什么呢 我们现在要求的是这个T度 对吧 要求的是这个T度 但是呢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这个T度在X方向的投影 就是等于在X方向的方向性导数 T度在Y方向的投影 当然就等于Y方向的方向性导数 T度在Z方向的投影 等于Z方向的方向导数 那么咱们看一下 由这个式子 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得到什么呢 就是说可以得到T度的X分量 就应该是等于偏右偏X T度的Y分量就等于偏右偏Y T度的Z分量呢 当然就该等于偏右偏Z 对吧 该等于偏右偏 所以说呢 那么我们就得到这个式子 对不对 T度它还是这个式量 有三个分量 X分量 Y分量和Z分量 Z分量 那么我们把它做一下 对不对 把U提出来 就可以选这个式子 可以选这个式子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括号里面的 这一部分 这个符号 这一部分符号 用一个三角形 稻子的三角形 那么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哈密尔登算字 也叫做戴尔算符 那么其中的这个戴尔算符呢 等于什么呢 就是等于这样一个符号 那么把它叫做哈密尔登算字 这个哈密尔登算字 它有个特点 它叫什么呢 叫做死量微分算字 为什么叫死量微分算字 就是说它是一个死量 你看它有X分量 有Y分量 有Z分量 同时呢 它又是个算符 是一个微分算符 对不对 它对X求微分 对Y求微分 对Z求微分 所以说呢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死量微分算字 那么这个死量微分算字的话 我们说在后面呢 会用的相当的多 会用的相当的多 都会涉及到它 对不对 那么至于它的一些运算 它的一些性质呢 我们后面呢 将逐渐的讨论它 将逐渐讨论它 好 第五个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T度的性质 那么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我只讲一个性质 这个性质 因为我们后面用到的这个性质 那么这个性质 就是说T度的线积分 与路径无关 对不对 我们说T度 是一个死量 是个死量 对不对 这个是To 这个死量 那么对于这个死量 我就可以对它呢 做线积分 对吧 可以做线积分 那么这个线积分的话 我们说它呢 是与路径无关的 那么要证明 这个积分与路径无关 在数学上 我们说 只要这个倍极函数 只要这个倍极函数 可以表示为某一个函数的权为分 那么就可以证明这个 这个积分与路径无关 那么这数学上的 讲过的这么一个定例 那么我们下面呢 就看一下 这个倍极函数 是不是与这个 倍极函数 是不是可以化为某一个函数的权为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 就是说这个 延转L这个方向的方向性导数 对不对 方向导数 等于这个T度 注意今后的T度呢 我们就用这个DLU来表示了 对不对 前面我们就说了 T度DLU来表示 等于T度呢 点称L 也就是T度在L方向的方向性导数 那么只有这个四次呢 马上就可以得到 所以说呢 这个DU 就该等于什么呢 就该等于DLU点称L DL 那么这个L正好呢 是DL这个维元的方向 那么可以写成DL 一个矢量维元 一个矢量维元 那么看一下 这个DLU DL正好是这个倍极函数 那么它呢 可以表示为U这个函数的权为分 所以说呢 我们就证明了 刚才所说的 这个问题 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 一个T度 它的积分 线积分 是与路径无关的 那么关于这样一个定理 它是还有很多推论 比如说这个T度 沿着一个 逼合曲线的积分 为0 对吧 那么这个实际上 和刚才那个定理 实际上是等价的 和刚才那个定理 实际上是等价的 是等价的 好 嗯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例子 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儿呢 有一个这个 立体 有一个立体 就是说要求这个标量场 在这一个点的T度 以及沿着这个矢量的 方向性导数 那就是沿着方向性导数 那么这个立体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对不对 那么这个立体 它的关键 在哪个地方 关键哪个地方 对不对 对不对 它这个你说你要求T度 或者去翻译导数 是用它的这个定义 对吧 是用它的定义来直接做吗 还是用我们前面得到的有关的一些公式 对不对 那么我们说在这个题当中啊 首先我们前面讲了一个最关键的 就是说T度和方向性导数 它之间有关系 就是说我只要求出了T度 那么在这沿着某一个方向的方向性导数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T度和这个方向呢 做点层 或者说T度在这个方向的投影 方向投影 这是一个 对不对 那么你说关键是要把T度求出来 T度求出来 那么求T度怎么求呢 哎 我们刚才得到了 在直角坐标系当中 在直角坐标系当中 T度的计算公式 对吧 我们已经有了 对计算公式我们已经有了 那么我就直接带这个公式呢 就可以把这个T度呢 就可以一下这个计算出来 计算了 求出了第一度 然后根据T度和方向性导数的关系 就可以把这个方向性导数呢 就可以求出来了 对吧 可以求出来了 好 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节课呢 我们再来具体的来看一看 这个T究竟该怎么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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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